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零信用卡 双零卡 就連買蛋捲冰淇淋也能刷卡 明年三月就會推展到 全台的麥當勞 麥當勞換來送 未來就連外送服務 也能線上刷卡 開放卡片之後 我覺得我會比較常來買 平常都待在國外 所以有信用卡比較方便 結果號稱是台灣第一個 可以刷卡的連鎖素食業者 卻有網友抱怨動作太慢了 因為素食店可以刷卡 在國外繳駐 司空見慣 漢堡牌和起司層層堆疊 夭夭日墜 還有鳳梨和培根等滿滿的配料 新加坡網友靠著自助點餐機 打造超澎湃的創意漢堡 要價新幣 52.95元 直幣台幣兩千塊 最後結帳時不但能刷信用卡 趕快 趕快 請選擇 付款 還能使用當地常見的電子錢包 也就是新加坡版的悠遊卡 就算沒帶錢包 也能大吃漢堡薯條 我會用我的手機 希望可以用這個 用一種最好的漢堡牌 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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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了個大農莊 甚至鏡頭前不只一個人 都能夠成功便是付款 只能說再分秒必爭的素食業 電子支付的普及台灣四湖 慢了太多 三天新聞 許志雄 林某山 吳小平 綜合報導